嗨嗨的酒窗,所以今天是25.0.4的更新檔說明 那 這更新檔其實昨天凌晨已經上線了 那我們來看到改什麼吧 其實你直接進去就會看到一大堆東西被改 對 那 這邊挑戰不滿意過牆的卡牌以及遊玩模式 就是 Playstyle 之類的東西 那第一個是釋放魔能,從法力可求4變成法力可求6 基本上你大部分釋放魔能的時候 你都不會在意他的法力可求多少,所以他們希望 這個提高他的法力可求會讓你 就是要再多撐一輪之類的 所以他們看起來是認為 那個 惡魔獵人有點太強,所以惡魔獵人就被nerf了 次元物從法力消耗5變成法力消耗6 所以 一樣這是他們覺得 文物 文物其實還蠻強的 那他們就nerf了一個最強的文物就是這個抽牌的文物 那這個跟 我們的文物寶庫大家基本上會抽4張牌然後降一大堆費 所以 就直接讓這張牌的強度在 稍微低一點 所以一樣會讓你晚一回合 其實還蠻有趣的,因為這樣變成說 女人三費按一次文物寶庫,然後打一個文物 然後無費再按一個,其實剛剛好 現在中間會 多一回合 然後接下來是 阿努比瑞克和 這是 護甲德 那一樣 這張卡他們說其實沒有那麼那麼強 不過 他們希望降低這種 決定勝負的能力 所以 避免讓玩家能一局打出手上所有牌的情況 所以 讓 讓加速戰術得以保留 所以 這張從原先是 就 本回合手下都會消耗護甲只而非法力變成是 你下三名手下會消耗護甲只而非法力 所以你就不能打那麼那麼多的combo 不過基本上你還是可以打 銅鬚啊 怒比瑞克和然後打 我們的 時時憨兒啦 只不過現在阿斯塔勒的話你可能就要先把那個 8費的阿斯塔勒或先把5費阿斯塔勒拿出來然後你打 5費阿斯塔勒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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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阿斯塔勒 或是 先把8費阿斯塔勒拿出來然後打8費阿斯塔勒再加上 我們的小袋 現在小袋其實也沒有那麼好灌注啦所以 這一副的勝率應該已經下來了 以前小袋很好灌的時候這一副應該超級餓的 好接下來是近身者恩則所以從法力消耗4點變成法力消耗5點 所以 還有這個女祭司瓦許從法力消耗0變成法力消耗1 那這兩張來做的事情都是讓那個 納家木或說 這邊說恩則木 恩則木就是 Bless Priest 就是 會 有點像以前星火木的那種感覺的牧師 就會上一大堆buff然後 最後用這近身者恩則做一個大憨兒出來 然後還有嘲諷然後就用那個東西來贏 基本上讓這種牌組的強度在稍微低一點因為 這副說實在已經有點橫行有點久了就從 上上個版本開始期他就已經開始抬頭然後 加越來越多新卡然後 他們就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所以這邊他們有受到一些nerve 因為基本上你如果玩這副的話你基本上都在玩 幾乎都是 呃之前資料片的牌啊其實蠻憨的 好 那接下來是死亡領主的拉卡 這個是從 4費變成5費所以一樣是做一個降速的動作 呃這也是加減降速啊因為說實在這副 我這副動一顆水晶其實影響沒有那麼那麼大 不過一樣就是 因為只動一張牌一顆水晶影響沒有那麼大所以這副其實被動非常多多張牌 所以我們可以這邊看到這個剩越十分場 從2費變3費一樣在動一顆水晶 然後接下來 小道消息從3費變4費一樣在動一顆水晶 所以這邊 這副牌已經增加3顆水晶了所以其實就差蠻多的這個雷劑 你接下來的效益是挺高的 不過其實這個小道消息從 3費變4費會變成說你3費如果打那個 死亡支撐雙費的話下輪剛好你可以打小道消息 不過一般來說我們其實 不希望這樣啦因為 我們其實希望你打那個死亡支撐雙費的時候當輪就直接可以利用 死亡支撐雙費的效果 然後這張 被遺忘者中衛也被動了一顆水晶 從2費變3費 所以基本上整副牌組被動了4張牌都加1水晶 所以 應該會顯著的緩速啦 所以 之所以這樣動的原因也是因為 他們拿幸運幣的能力太強啦 所以 你只動一顆水晶的話其實 那個影響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們就必須要動非常非常多張牌 然後 基本上這兩張都算是勝利條件的牌都 完全被改了 被動到 所以 這次的 更新黨希望 體重 調整兩種盜賊牌 死亡支撐盜賊 做出一些酷刑有 確實 大作數 速度太快 難以應付 但是不希望消滅這些組合 然後 騎士賊 開秀的回合 又過於強大 也過於快速 所以 非常糟的遊戲體驗 所以 所以基本上都是讓他們速度 就是直接往後 往後待 那接下來是雷納色王子 原先是套牌大小跟其實生命都改為40 現在是套牌大小改為40 然後其實生命只改為35 所以就並沒有多那麼那麼那麼多血量了 沒有錯喔 所以 這個是 他曾經輝煌過 我遊戲中最常用的一張牌 主流玩法很長一段時間都不能 都離不開他 這次改動希望主流玩法重新帶來活力 所以基本上 會希望30張牌的牌組會有 再多一點點優勢 然後 快攻也會更抬頭一點 說實在 他也是史上最終壞印的牌之一 基本上多血量是一件非常OP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 然後 這改成35之後 其實快攻 應該會抬頭起來 像是一些惡魔力人快攻之類的東西 應該會出現 因為對五滴血隊 蠻多職業來說 其實沒有多那麼那麼多 然後多10張牌 其實那個派出穩定性的下降挺多的 而且是篡改書籍在開放規則中禁止使用 篡改書籍在開放規則中跟鬼一樣 呵呵呵 非常的OP 好 那 下列的卡牌調高強度 基本上就是一大雷史王騎士的牌 那第1張是屍體新娘 這邊是消耗最多10個屍體 召喚一個 等同於花費數量的附身新郎 所以他有可能直接叫個10屍出來 然後再來是惡性恐怪 如果結束的時候消耗5個屍體 交換這個 所以變成消耗4個屍體 一樣太多 但還是沒有人會用 然後再來是絞肉機 絞肉機會給你產生4個屍體 而不是只有3個屍體 這個又變強了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第1張符文牌 反正基本上他們會buff一大堆方塊的 符文的牌 因為方塊是現在惡魔力很最弱的 符文 這邊異牙 從333變成334 那效果一樣 所以一樣就是方塊的符文牌 紅刻巨人從10費變成9費 所以一樣是方塊符文牌 消耗一個屍體有效耗減少1 然後 一木雅 恩 一米雅 鬆使者 一樣是方塊的牌 從333變成343 所以基本上是全面被buff 然後凝霜雕刻者 這算是唯一一個圈圈牌 冰霜的牌 被buff 從533變成 543 召喚兩個會對敵人造成 兩點傷害的 21凝霜元素 那 基本上可能還是不會用啦 說實在 滅擊 這也是唯一一個 菱形牌被buff的 這是摧毀一個手下 然後你英雄收到3點傷害 所以其實變得 更有彈性一些 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 這個菱形都用 窒息術嘛 就直接 摧毀對面最高攻的東西 那現在這個滅擊 其實 會讓我們更有指定性 其實是挺不錯的 不過一樣就 他還是要跟窒息術來搶這個位置 窒息術應該是兩個菱形 這是血塊轉化啊 所以這個一樣是一個 幾乎沒有人在用的東西 因為消耗三個屍體 變成消耗兩個屍體 所以基本上都是 消耗的屍體 變少 或產生屍體 變多 或是 這邊是有辦法 讓你消耗屍體 叫出一個更大的東西 那 基本上都算是蠻好的改動 消耗屍體變少 其實算 算是一個 蠻強的事情 因為其實 要籌那些屍體 出來 其實還挺困難的 我覺得 然後 方塊牌組 大失敗 其實也有一點可惜啊 不過方塊牌組大失敗其中一個原因其實跟Meta有點關係 因為大家如果都是40血的話 方塊牌組大部分都是快攻嘛 而且他算是 不會是那種超奇蹟超快速的快攻 所以 他其實很被 雷尼拉瑟王子這張牌克 因為40張牌組 多10滴血 那個 方塊的這種瘟疫 血碎的快攻 其實打不大起來 就變成說 反正你都帶一大堆中立牌來 盡量來加速你自己的快攻 不會 你沒有時間在那邊慢慢搓屍體 在那邊搞一些有的沒的 所以 看一下之後 這個 少5滴血 或者說這張牌變弱 之後大家會不會還 帶40張牌組 如果不帶的話 大家都30滴血的話 這個快攻系列的東西 其實也會變強蠻多的 那會覺得會有比較多快攻內戰的東西出現 像易亞這種東西基本上是在 就是快攻內戰牌 然後如果沒有快攻內戰這種東西的話 易亞就完全是一張沒有 十字價值的牌 就是德魯伊前期都在跟你做成長 場面上根本沒有敵方手下 所以你沒有辦法 這張效果根本就不會觸發 除非這塊功德 那 英雄戰場 英雄戰場這邊 沒有錯 毒旗變成一張六星卡了 毒旗漸漸走上大恐龍的道路了 哈哈哈哈哈 是證明只有致命劇毒就有點太強了 所以 俞人的這個 算是 標誌性的致命劇毒 已經被移到6星去了 他直接超狠的 直接從旅漸等級4變旅漸等級6 不過有魚 因為有魚其實還蠻多人都在抱怨啦 因為有魚的陣容其實就長得差不多 然後反而會 讓大家沒有辦法玩其他的陣容 所以 魚人就狠狠的被NERV了 然後機械坦克跟審判官已經移除了 審判官、懷特、麥恩怎麼這麼快又不見了 巫翼、巢穴、祖母、機械彈、殲滅者、米克、米斯、拉克斯還有海鮮投資者 都重返被選手下酷 所以海鮮投資者其實也回來了 但是忘記海鮮投資者做什麼 能拿到魚人之類的事情吧 我已經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嗎? 像機械海鮮投資者做什麼 反正我仔細的跟魚人好像有關 OK 經濟場更新 這個 OK 所以基本上就這樣 這邊還有一些BUG修正 那其實就大概這樣 其實還改滿多張牌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滿多張這個 死期的牌都有被改的 雖然主要改的是方塊的死期牌 就寫碎的死期牌 然後 其實雷娜設備感還滿 影響力應該滿大的 然後 這個 這個 叫什麼 盜賊也很可能被NERF了 因為基本上盜賊有點太強 然後這個 牧師也被NERF了 因為牧師應該也有點太強 所以 對 我其實 惡魔戀人我還滿喜歡的啦 不過 刺容物的確是有一些些強啦 好啦 那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那我們就之後再見啦 掰掰 會會 ?! 這個 這個 是 這 這個 這個 谢谢观看